新乡市唯一的历史文化名城魏辉 其历史地名即在海内外影响深远 曾长期作为郡州陆府制 大明建都北京 魏辉的历史文化名城 魏辉更是以水路之变 成为南通石省北拱神经的枢纽之地 名万历皇帝 异母同胞弟朱一流 分封魏辉后 魏辉迎来其高光时刻 陆王在此建府阔城 形成了今日玉带莲金谷碧水绕城乡的日字形城市格局 朝代更替 如今魏辉府的标志性建筑 如今魏辉府的标志性建筑 至于郑国塔和望京楼 郑国塔位于魏辉古城东南宇 处城市逊位 于前卫之太行遥相呼应 明万历十三年 魏辉之府周思辰主持建造 他原为护国福星寺寺院之塔 却因取义护国保民 又阵翻国风水 所以称郑国塔 与郑国塔同样高耸入云的 是城内陆王府望京楼 陆王就藩后 于万历十九年 在其王府建造了该座高三十三米 宽三十米 近深十九米的重本书楼 楼外壁青石砌柱 内壁白石镶嵌 无良十字拱券 楼顶原建有大殿和雕刻鹤鹿同春 八仙庆寿等吉祥图案的成一方 无论该楼是因陆王 在吴兆不得入京典治下 私母所建 还是为藏书弹琴 习书画而做 都毫不影响其作为 全国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 设计最科学 价值最高的高台 无良殿石垢建筑地位 也不影响其 报本追远的传统价值取向 陆王死后 葬于太行山渔脉 凤凰山下 西墓北一凤凤凰山南队黑龙潭 左揣金灯寺右托智儿山 是中国传统勘语理论选址的实物立正 墓园有神道 东陆检王墓区和西赵赐飞墓区 整体占地15.7万平方米 陆检王墓为明慧典规定亲王陵园的四倍 赐飞赵氏为孝定皇太后 亲自随风适应 即丫鬟 死后追风为赐飞 并独享墓园 给予后葬 在历史上十分罕见 神道两侧 麒麟等十六对石像生 静静守护着整个灵区 石兽种类囊括了秦汉以来 所有帝王神道 镇墓瑞兽种类 亚鱼 圆驹 皮 酸泥等瑞兽 为陆检王墓紧见 东西墓区形致基本相同 以中轴线贯通南北 门楼 石排方 灵恩门 灵恩殿 石武贡 明楼 宝城等 一字分布 且皆为石垢 陆帆家城 维月降临 灵星门 灵星门等石方 碧石 武贡等石刻 雕刻精美 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墓 被誉为中原石头城 中原定陵 与王府建筑高大奢华相比 位于太行山区 沧河南岸的传统民居建筑 小殿河村 便显得简朴有致 它保存了中国传统民居建筑 院落式的格局 三面环山 一面淋水 建于神龟碳水的龟背之上 村落周遭石墙为格 成为一个封闭安全的寨宝 村内南北向主路一侧 石路院落 林刺至笔 一山排列 自乾隆十三年后二百余年 岩氏家族勤俭持家 依靠牧养和造纸 两项致富门路 逐步发展新盛 穿梭于青石窄巷 助力于青瓦院乡 古朴静密 安详之色 游然而生 猛然间抬头瞥见 作善降降 格始至降 时刻门楣 和琴棋书画 八卦太极木雕及装饰时 你就会明白 传统文化 不只存在于庙堂之上 更在民众心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郎供音乐